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宜的食材做出好吃营养的料理 就是家庭主妇的智慧了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麻油豆腐 我们用豆腐来做这个麻油鸡 非常棒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准备的原材料有哪些 第一个 这个红喜菇全联买的30块钱 它的营养成分我们都讲过了 而且它有减肥的效果30块 再来我们到传统市场买了一块板豆腐 传统豆腐15块钱 加起来45块 还有这个金针菇13块钱 加起来一共是多少 58块钱 再来一瓶米酒27块 全部隆隆隆加在一起 成本就是85块钱 85块钱做出两个人吃的稀里哗啦的 麻油豆腐真的是非常棒 不过一开始我们还是来聊聊食材吧 咕咕我们讲过很多遍 咱们今天来聊聊豆腐 豆腐我们在市场上通常可以买到的 有两种 一种是盒装的叫做嫩豆腐 另外一种就是传统的板豆腐 老婆嫩豆腐跟板豆腐到底有什么差异啊 凝结剂不一样 厉害一个比较嫩嘛 一个是放在板子上 质地比较硬 最主要的差异差在凝结剂和制成 嫩豆腐是怎么制成的呢 基本上它是一样把豆子磨成什么 豆浆 然后加热到沸腾 把它里面的有害酵素给去除掉 完了之后再把温度降下来 降到18 19度 然后加上它特殊的凝固剂叫做葡萄糖酸类子 也有能叫做葡萄糖类子 加完之后就把它冲到盒子里面去封盖 封盖完了再把温度拉高到八九十度 一方面杀菌 再一方面加速这个凝固剂的凝固 然后再把它降温 就形成一个非常好吃的嫩豆腐 那后面这个温度不加可不可以 可以的 只是它的凝固时间会拉长到两到三个小时 对于生产线来说 它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有人问嫩豆腐到底开了可不可以吃 其实可以的 因为它是封了盖之后才拉到八九十度杀菌的 所以基本上嫩豆腐都可以生吃 那板豆腐是怎么做的呢 一样豆浆加热沸腾之后 趁热就冲入凝固剂 传统的凝固剂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熟石膏碳酸钙 还有一种叫做点乳 现在很少见了是用绿化酶 不过今天我们就说碳酸钙 加完之后摆着静置 温度还没降低 它就会凝固成为类似豆花状 然后放到板子上把水给什么 挤掉 好这两个制程都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聊聊嫩豆腐和传统豆腐的差异所在 第一个嫩豆腐有没有把水排掉 没有 但是老豆腐或传统豆腐板豆腐呢 就有把水排掉 所以板豆腐的口感质地比较硬一点 口感比较好 而嫩豆腐相对水分含量多 所以它就比较嫩 那营养成分谁比较高呢 因为板豆腐把水压掉了 同样的重量板豆腐豆制品的浓度就高 所以它的蛋白质 然后各方面的营养成分 营养的浓度都会比嫩豆腐要来得高 还有一个是凝固剂的不同 这个用的是什么 碳酸钙 所以老豆腐传统豆腐 它还有补钙的功能 吃这个老豆腐传统豆腐 它不只能够补充蛋白质 还能够补充钙质哦 好嘞 先聊到这个地方 以后有机会 再来跟大家聊聊豆腐的制程 老婆 今天这道菜时间就交给你了 大家好 我是玉璐姐 现在我们先来切这个辛香料 因为刚才食材都讲过了 辛香料我们要用到的就是生姜 对 那生姜的话我们就带皮哦 很多人说为什么有时候带皮 有时候不带皮 其实啊 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麻油类的 对不对 麻油的东西它本来就会比较燥一点 那生姜它本身也是燥的 那你加了皮之后呢 因为皮它会比较寒一点 你就整个煮起来 它就不会那么燥 接着来处理这个红喜菇 红喜菇呢 你把它翻到背面来看一下 其实它会跟你讲哦 就是这边它建议小叮铃 就是你要处理的时候 直接切除底部 用手撕开就可以用了 所以咕咕累的千万不要洗 因为它本来就是在那个真空包里面 里面长的嘛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 它没有什么脏东西 它顶多就是这下面会有一些 这些木屑 这些木屑的话 我们就把它切掉就好了 对 我先把它这样剥 这种通常就是先剥一半 然后把底部切掉 然后把底部切掉 切掉以后这样就OK了 你如果拿去泡水的话 它吸了一堆水 然后你再拿去煮 它怎么煮都不香都不好吃 这样水手剥开就好了 金针菇一样不用洗 就这样 头切掉就好了 连袋子都不要拆 直接把它切掉 这样就OK了 这样我们要煮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剥开就好了 这样我们的食材呢 这边都好了 接着我们就来切豆腐 这豆腐我一直放在这边 不太敢移动它 因为我怕它不小心破掉 这个是市场买的版豆腐 这一片豆腐的话是 15块钱 很便宜哦 对那我们基本上 我们就先这样切 切这样子的宽度好了 好的 这个切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一点 对 不然大家去那个全联买 那一块 我们常用的什么 法国有机 拌豆腐也不错 对那一块的话 比较硬一点点 对就不会破了 对这样子 这长条切完以后呢 我们在中间把它切开来 OK 这样所有食材 都已经OK了 那我们准备上锅 我们现在煎豆腐 这个是还原啊 最原始 我小时候 我外婆的做法 因为以前啊 都只有铁锅 这铁锅 你一定要开锅开好 因为豆腐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你如果没有开好的话 它会黏在一起 对 就是我们俗称的热锅要热好 对 火先不要开太淡 我们先把这个豆腐把它划进来 划下去还蛮丝滑的 对 其实小时候 你觉得每次吃到豆腐的料理 都觉得好幸福 为了吗 因为以前没什么豆腐有吃啊 真的 你把它煎一煎以后啊 它再搭配上它会这样吃 因为它本来就是会吸那个汤汁 但是煎过以后 而且配白饭超下饭的啦 对 那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划进 把它划进来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 小时候我们那种穷穷的啊 很单纯的幸福 真的很幸福 一点点就觉得很幸福 现在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 都觉得不好吃 对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中火 让它煎一下 冬大火 等它一下 好 那一样中火呢 就把它煎一下 对 OK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姜片把它放在旁边 那你们有发现 我们刚才用的呢 我们用的是一般的大豆沙拉油哦 因为你一开始 你就用麻油来煎豆腐啊 煎姜片 煎太久 这个会发苦会变得很苦 所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 都把它煎好以后 我们最后再加麻油 对 有香味就好了 对 你看这个生姜 要煎到像这样子 旁边都卷起来了 现在就可以闻到很香的这个姜味 对 多的油啊 太多了 我们就把它倒掉一些 那我现在这边 现在才加麻油 麻油 好 那麻油下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加久了哦 加久的时候 大家记得把火先关到最小 对 你的旁边烧起来很危险 小心一点 比较好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吃的麻油的料理呢 就是这个酒一定要先莫过食材 先用酒啊 把它煮滚 哦 就是你看不管是麻油鸡 或麻油豆腐 它里面就会吸到很多的那个 酒味 酒的香味啊 煮出来比较香 先把它煮滚 现在大概煮了五分钟 我为什么要盖锅盖呢 盖的锅盖呢 然后它那个豆腐它里头会膨胀 就会把那个酒味都吸进去 所以你看这汤的颜色 是不是给人有点啄啄的 奶白汤就出来了 奶白汤 然后我们接着 我们就把刚才我们的这个 酥酥 放进来 放进来 然后还有这些 金仁菇 金仁菇稍微把它撕一下 哇这菇菇多耶 对 所以这个啊 其实吃起来也是 就身体好又健康 对不对 对 全部都像 那来我们就加水 这个我们是要喝点汤的哦 漂亮 超满足的哦 对 其实这就是乳化作用 嗯 大火下去滚 让蛋白质和脂肪 形成一个稳定态 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先下调味料了 我现在加的这个是酱油膏 嗯 嗯 很多人讲说加盐啊 会发苦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就是你的那个 麻油煸太久 火太大 它变苦了 再来要加一点点的糖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麻油鸡的时候 老师交代的 就要加一点糖 对对对对 就要加一点糖 现在我们就等它煮滚 开大火 对 好现在滚起来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味道 你看这豆腐好漂亮 对啊 如果觉得不够咸 可以再补一点盐巴 没关系 就不用担心它会发苦 对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枸杞 枸杞我已经洗干净了 枸杞不要一开始就跟着一直滚 它会开花 开花它里面的纸就会跑得到处都湿 就会变得很脏 而且也不甜了 对 这样我们就熄火了 老婆你这次枸杞加最多 对 终年不得已 钢杯加枸杞 好准备出锅 抗烹烹百元上大菜 不用一百元 一样能够吃出美味与营养 超香的啦 如果有人从旁边路过 他绝对不会知道里面只有豆腐 没有肉 超香 咱们赶紧来尝尝看咯 先来尝口汤 哇很香耶 可是我们的习惯啊 如果你喜欢吃酒味重一点 因为刚滚了很久 我们两个最后都还会再加上一点米酒 对 但是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如果你待会要出门就别加了 对 加上一点那个酒味更浓啊 对 来来来 把汤鲜味美 先来吃块豆腐 你看 因为煮的过程中 已经把它的孔洞煮出来了 一方面是煮一方面是炸的时候 就把它的外表给炸出来 嗯 还保持它的嫩的口感 还有点豆味在里头 嗯 我刚吃到一个枸杞 很甜 枸杞很甜 枸杞一定要最好夹 好吃啊 对 这样吃其实很养生耶 又减肥哦 嗯 其实有些素食的朋友好像不能喝酒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是蔬食 自行拿捏 对 嗯 菇也好吃啊 菇的鲜甜味道在里面 嗯 其实麻油类的料理好像 不管料理什么食材都好吃 很香 对 料理虾子啊 松阪猪啊 都很好吃 这两个菇的味道 和口感完全不同 嗯 我觉得还有不同的嚼劲 它就更有层次感 对对对 可是如果凭良心讲句实话啊 这个跟麻油鸡 鸡汤喝起来 它还是少了那么一点点肉味 但是它的蛋白质的豆味会更充实在这个汤里面 闻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可是喝起来还少了那么一点点肉的味道 但是如果以吃素或吃蔬食的好朋友来说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麻油鸡 营养健康 滋补养烟 招心办谈 咱们下回见 拜拜 中文字幕具体制作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